上个月24号 凯米台风登陆台湾 花莲刮起 强风好雨 当时位在中心路一栋建物 顶楼上的女儿墙不堪强风侵袭 硬生生掉了下来 不偏不已砸中马先生的轿车 车上的太太与小孩一死一重伤 现在奇迹真的出现了 时隔一个月传出好消息 二十四号花莲慈濟医院证实 七岁的马小弟已经转出 加护病房 生命真相逐渐稳定 虽然目前暂时无法开口说话 但已经能够用点头或手势 与人简单交流 情况快速好转 连主治医师都感到相当不可思议 当时马信南童伤势严重 情况一度不乐观 爸爸还曾求助县长徐正伟 当时医疗团队也承诺 会尽全力抢救 马小弟奇迹苏醒 马爸爸低调表示 感谢各界的关心 儿子终于转到普通病房 但还不知道妈妈已经过世了 未来会陪伴儿子复健治疗 一个月的漫长等待 终于等来好消息 三天新闻旅院蔡小贤花莲采访报导 完全是够了 祝你的 非常刺激